男孩手中的AI设备突然启动 紧跟着在大婚现场到处逃窜 而男孩后来也因为这个本不该出现在这个时代的高科技产物 被神秘人的超能力活活烧死 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万的频道 这期视频带给大家的是 《沙丘预言》第一集的剧情解析 以及你可能错过的108个细节彩蛋 那么《沙丘预言》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 那是一个人类经历了与人工智能决战后最终胜出的未来 当时人工智能几乎已经掌控了全人类 并有不少人类开始选择保留自己的大脑 将四肢机械化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机械生物 一种称为SIMAC的人脑机器人 地球也被这些战争机器或者说人工智能统治着 有一天人类终于意识到 如果再不反抗 终将会被人工智能彻底消灭殆尽 于是在人类的反抗军中出现了一名叫亚崔迪的将军 他带领人类最终击败了人工智能 并开启了真正由人类统治的宇宙 开启了沙丘时代的故事 后来人类开始分散到宇宙各地繁衍生息 当然扩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人工智能的再次诞生 避免像上一次那样几乎将人类一网打尽 那么与人工智能大战过后 人类也损失惨重 自此人类联盟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任何人都不允许拥有人工智能的产物 所有的机械都必须由人来操控 然而在广袤的宇宙中 还是有那么一两个人类的家族 由于在战争中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 所以仍然坚持相信人工智能的威胁不足为虑 两大家族的人私下还在不停创造并使用AI的机械设备 其中我们在开头看到的男孩就是来自两大家族中的李奇希家族 说到家族当初与人工智能决战时 关键的一战发生在天龙星系天出二恒星系统的一颗叫科瑞的星球上 在这里人类取得了最终胜利 而这颗星球上的家族也因此改名为科瑞诺家族 借着此番胜利 科瑞诺家族成为了统治人类的皇族 当然有些家族成为了皇族 也有些家族成为了战争罪犯 这些战争罪犯及其后人会被分配到边缘的星球 靠贩卖星球上蓝金的皮毛为生 其中一个家族就是哈克南家族 这第一集的一开始就是哈克南家族的后代瓦利亚哈克南的独白 他对祖上被判为罪人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认为是亚崔迪陷害了自己的先祖 自己的太爷爷 并且从他的独白中我们也可以听出 他跟自己的母亲也不合 直到后来他成为了姐妹会成员之后 才找到了一名真正的母亲 那么看过沙丘系列的观众朋友应该知晓什么是姐妹会 并且这部影集的设定是在保罗亚吹迪出生的一万年前 也就是姐妹会刚刚成立不久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微小的细节差别 我们暂且忽略不计 当然没看过沙丘系列的观众朋友也不必担心 我们会和剧情一并解析 那么在瓦利亚的独白开始前还有这么两句话 胜利在光明中庆祝 但却在黑暗中实现历史和预言哪个才更可信呢 这第一句话当然是在暗示任何胜利的背后都是惨痛的代价和不为人知的暴行 而第二句话无疑是在说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 有的时候预言可能更具真实性 当然这第二句话也可能是在说 哈克南家族的蒙修历史是被胜利者所改写的 然而历史无法改变 能改变的只有未来 也就是所谓的预言 暗示着瓦利亚将会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那么开头的这两句话也是在致敬沙丘第一部和第二部 每部电影的开头都有一句凸显这部电影主题的经典台词 第一部的句子是梦来自深处的信息 第二部则是掌控香料则掌控一切 也就是说这部影集将深挖沙丘的历史 尤其是那则改变了一切的预言 说不定与我们所知的截然不同 隐藏在这后面的可能是一段出人意料的起源 那么关于瓦利亚在放逐星球上的故事 在第一集中被一笔带过 不过我们从预告片中得知 未来的集数中我们还会闪回到这里 了解到更多瓦利亚的背景故事 瓦利亚和亲妹妹来到了姐妹会后 发现这里的女人全都不惧怕使用自己的能力 呼应了第一部电影中的对白 在初代圣母的带领下 姐妹会培训出了一群真言师 他们为皇帝和大家族服务 判断与皇帝对话的人有没有说真话 这让姐妹会逐渐得到了信任 他们充当协调员为各方人谋取利益 逐渐踏入了政府的舞台 到后来更是负责掌控皇亲贵族之间的育种计划 初代圣母死后 瓦利亚利用自己的魅音控制 并杀死了同样被委以重任的姐妹 自此瓦利亚获得了姐妹会的掌控权 那么关于这段魅音控制的剧情 我们早在《沙丘》第一部中就看到过 被魅音蛊惑的人会感到眼前一黑 等醒来时有可能已经走了很远一段距离 也不知道自己刚才都做了些什么 掌控了姐妹会之后的瓦利亚 继承了初代圣母的指环 这个指环我们在《沙丘》第一部中也曾看到过 被当时的圣母带在了右手上 并且瓦利亚还和他的同胞妹妹图拉 以及另外两个姐妹会成员 组成了一个四人组 而那两名姐妹分别是亚裔的喀莎 和印度裔的弗朗西斯卡 在初代圣母去世前我们看到瓦利亚和一众姐妹会成员 围绕在一个水盆旁 似乎在为圣母祈福 而这个水盆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眼睛 水波产生的震动和共鸣 似乎也是姐妹会在学习如何利用声音来控制周围的频率 这个我们在瓦利亚初次使用魅音时 可以看到旁边的水池中水波的震动 初代圣母把瓦利亚召唤到了她身旁 临死前看到了多则预言 多则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 比如这里她看到红色的灰尘 不出意外指的就是第一集的结尾 四人组中的卡莎被神秘力量灼伤时 皮肤脱落的红色灰尘 第二则预言则是她口中所说的Taren Arafel 那么Arafel这个单词 早在1981年出版的《沙丘帝王》这本书中就已经提到过 Arafel是雾霾启事的意思 也就是所谓的大灾难 Taren也是暴君的意思 所以这里圣母口中指的应该是某位暴君所带来的大灾难 第三则预言则是她看到的沙丘第二部电影一开始 亚催迪族人被焚烧殆尽的画面 当然这一幕还有待考量 毕竟这是一万年后的事件 我认为这一幕应该是另有所指 她还看到了三十年后皇族公主结婚的画面 同时她也看到某人被杀虫吞噬进肚子里的一幕 以及遥远的宇宙深处一双蓝色眼睛状的东西启动的画面 初代圣母临死前看到了未来姐妹会的灭亡 于是特别强调的告诉瓦利亚要不惜利用任何手段来保证姐妹会的存亡 多懒大权的瓦利亚和她的四人组虽然继承了初代圣母的遗志 但是他们却意图培养出首个女皇帝 一个可以掌控全人类的姐妹会成员 这样才能避免姐妹会的消逝 这里瓦利亚先用凡士林也就是油胶封住了嘴 之后再用沾水的布裹在了外层 以避免任何液体从嘴部进入逝者的体内 三十年后的瓦利亚已经稳稳的坐在了姐妹会的首位 从她拒绝给哈克能家族提供姐妹会的真言诗这件事上 可以看出她并未把自己视为哈克能家族的一份子 甚至可能还有着相当大的执念 这一天皇帝的私生子康斯坦丁来姐妹会的学院寻查 因为她的妹妹将会在大婚后前来姐妹会进修 由于是私生子所以康斯坦丁没有皇位继承权 至于她的真实身份 据目前有些网站爆料 瓦利亚四人组中印度裔的弗朗西斯卡 其实是皇帝的小三 所以康斯坦丁有没有可能是弗朗西斯卡和皇帝的儿子呢 那么人类皇帝我们在一开始就有提到过 他们是取了科瑞星的名字 称自己为科瑞诺家族 他们所居住的星球叫Selucos Candis 这颗星球我们早在《沙丘一》中就看到过 当时是一颗监狱星球 也就是说一万年前的这颗星球还是皇帝的世外桃源 可是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这万年后竟变成了人间猎狱 紧接着我们看到公主和她的剑术培训员 这名培训员是一名亚崔迪家族的成员 叫基兰亚崔迪 他的戏份目前尚未可知 只知道从预告片中曾看到她和公主一同奋战的画面 当然这第一集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两人一同奋战的部分画面 那么公主将被皇帝嫁给李奇席家族的王子 李奇席家族我们一开始也有提到过 他们是那两个还在使用AI科技的家族之一 这时李奇席家族的王子才9岁 但是为了得到李奇席家族的武力支持 皇帝还是选择促成这桩婚事 这里皇帝和李奇席家族组长谈生意的地点 貌似是在一个巨型蓝金的骨架内 蓝金我们在刚才也有提到过 售卖蓝金的皮毛是哈克能家族的生成方式 并且我们在订婚典礼上也看到了哈克能家族组长的登场 向皇帝极力的推荐自家的蓝金毛 不过相比较此时的哈克能家族 李奇席家族的组长才是真的不要脸 他笃定皇帝急需自己的舰队来平定厄拉克斯星球上的暴乱 于是狮子大开口不仅娶了公主 还要皇帝在皇城内各一部分地分给李奇席家族生活 无耻到极点 那么此时两人身边各自携带的姐妹会真言师 也在进行他们内部的交流 总而言之就是让皇帝先压下怒火 把亲成了 让公主被成功送往姐妹会之后 一切再从长计议 于是订婚典礼被正式订下 然而这时却有一个人匆忙赶了回来 这个人叫戴斯蒙特 多次为皇帝前往厄拉克斯星球上服役 12次任务均能成功地活着回来 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 有点像是《沙丘一》中邓肯一样的角色 然而在看完这集后 你会发现戴斯蒙特浑身上下都透露出神秘感 似乎正在酝酿着什么大事件 戴斯蒙特告知皇帝 说此前阿拉克斯星球上出现的叛乱 并非是当地的土著弗利曼人 而是人类联盟内部的内奸 这些人所用的设备也是来自其他星球 并且针对皇帝的军队进行打击 精准地夺走了刚刚打捞上来的香料 皇帝身边的真言师 四人祖宗的喀莎也证实了此言非虚 这里几人离开时 戴斯蒙特特意看了喀莎一眼 随即便有声音出现在了喀莎的脑中 所以这里不排除戴斯蒙特可能也拥有什么超能力 让他人产生幻觉的能力 当年晚上喀莎就看到了一系列的事件 包括初代圣母也看到过的皇帝的椅子 公主出嫁的画面 婚礼上的石榴果在她的预言中也变成了蠕虫 总之一切都在暗示非常不好的未来 心有余悸的喀莎决定立刻返回姐妹会寻求帮助 然而瓦利亚却拒绝了喀莎的提议 一切照旧 皇帝这边得知自己身边的真言师离开后 与皇后聊了起来 那么对皇后的背景我们目前也还不知晓 只知道她和皇帝成婚后 统一了人类大部分的家族 也暗示着此时的科瑞诺家族 还需要持续依靠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另一边瓦利亚和她的亲妹妹图拉 也开始选择姐妹会内部的人员 来和即将到来的公主配对 这所谓的配对应该就是室友了 他们要选的是一名思想不够独立 但却能够帮助公主适应并服从姐妹会理念的人 最终他们在大黑妹和小黑妹之间选择 另外一边订婚典礼过后 在皇室派对上 九岁的小王子一直在玩弄身上携带的玩具球 公主则是在一旁不停询问 然而当王子拿出后 这个看似球形的玩具竟变形成了一只拥有自我意识的机械壁虎 在人群中四处讨窜 还好最终被戴斯蒙特抓住 然而此刻典礼内的所有人都慌了 要知道这可是AI设备违反了全人类的条约 戴斯蒙特当天晚上与皇帝进行了一番交谈后 又找到了九岁的小王子并将他杀死 那么这段剧情隐藏着非常大的疑惑 首先这里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 戴斯蒙特是如何精准的锁定或者说引出小王子的 其次就是机械壁虎变形后 所发出的蓝色光芒和声音跟初代圣母还有皇帝身边的真言师 喀莎所看到的预言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在派对上 这只人工智能的机械壁虎是否早已被他人暗中操控 这才引起了小王子不断查看异常 并借由这次事件将小王子的死架化给人类皇族头上呢 似乎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这名透着神秘的戴斯蒙特 当然最离奇的是当时被烧死的还不止小王子一人 远在另一颗星球上回归姐妹会后的喀莎 也在同一时间被相同的方法烧死 这其实也基本上可以肯定 小王子被烧至死一定不是因为所谓的超能力 要说面对面不触碰到对方就可以将人烧死 还算是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内 但是隔着遥远的星系还能凭借超能力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是绝无可能的 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拥有这种能力 他甚至可以将全人类全宇宙的生物奴役 没有必要还在此做出如此下等的操作 所以这里的戴斯蒙特真实身份还有待确定 毕竟从某人留给皇帝的记录仪中也显示的一清二楚 原本的戴斯蒙特已经被杀虫吞掉了 所以眼前的戴斯蒙特究竟是谁 他会不会是除里奇思外 那另外一个还在使用人工智能的家族成员呢 他们为了防止里奇奇家族与人类皇帝结盟 所做出的这一系列的栽赃事件呢 初代圣母看到的蓝光又是什么 会不会是这个家族新研究的某种人工智能呢 又或者蓝光是否暗示着几万年后将会发生的某个事件呢 看完《沙丘预言》的第一集后 十万认为到目前为止 这部剧非常好看 最起码我认为第一集虽然各种故事情节到处乱飞 但是也同样产生了不少疑问 让人迫不及待的想要一探究竟 这部影集一共有六集 如果导演能把这些疑问全部都解释清楚的话 那么这将会是一部非常值得收藏的好作品 好了第一集的解析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